今天是全台开放长者接种新冠疫苗的第一天 但在台北市乱象不断 戴湖区的施打地点之一康宁国小 原本把施打疫苗的场地设在活动中心的三楼 结果被领长批评说 这样让长辈怎么爬楼梯上去 台急急忙忙改到了一楼施打 还有市长柯文哲坚持推出网路预约系统 但每个医院的通知简讯规划不一 有的民众收到通知 上头显示上五十段 让他们只好早早到现场排队 偏偏康宁国小这一头呢 现场又发放了一次号码牌 让85岁以上的长辈们 只好顶着大太阳排队等打疫苗 工作人员现场叫号 北市明明设计网路预约 长辈们来现场却还得重领号码牌 我们是网上预约的啊 可是你来到这里他不是叫主 还是抽号码牌吗 对 还是要现场等你 所以他只有写上五十段 对 再拿一个号码告诉我 今天都可以 这不是很扯吗 民众秀出通知简讯时间却只显示 上五十段让超过八十五岁的长辈们 大太阳下等待群聚 失去原本网路分流目的 北市前社会局长徐立民 脸书批评高雄接种通知单 哪个时段施打清清楚楚 市长柯文哲上午视察 得到的讯息却和实际状况 不完全相同 北市各地规划却不相同 科并硬推自己的网路预约系统 还有长辈年纪没到八十五岁 根本搞不清状况又跑来 内户区施打地点康宁国校 甚至原本规划活动中心三楼 让当地里长痛批 要长者怎么爬楼梯 我们看到那个三楼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跟局长他们怀疑 三楼嘛我们想也知道 国校校方紧急更改地点 北市接种疫苗首日 确实乱下不断 台北市这一次是获配了 5.8万剂的AZ疫苗 可以给公费的对象来接种 但因为接种的人数非常多 各大医院严阵一旦 也把接种站设在国小 封烟文创 还有科教馆等等公共场所 希望可以维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只是扩大开打的第一天 状况不断 像是在新光医院的部分 一度有长者抱怨动线不良 还遇到了问诊电脑当机 导致接种速度一度卡卡 明明预约顺势 就排在十几号 到了现场却得重新排 让民众火气好大 因为等下这个号码 就会照这个号码 结果还在这里排队 那是什么意思 之前都没有排演说会发生什么状况 然后也没有跟我们讲 讲清楚 一旁长长人龙一圈绕着一圈 挨着排队实在很难保持社交距离 越方也紧急拉出单独一条 轮椅动线做区隔 做轮椅的同仁 我另外有一个管道 轮椅通道 我们的确在外面的规划并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没有事先想到 轮椅需要轮椅的人 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多 只是好不容易排了半个多小时进到室内 却还遇到问诊电脑当机 一度无法施打疫苗状况连连 现在当掉在那边修理 已经十五分钟了还搞到现在 所以是都不能打这样子 他没有资料核对就不能打 每次一支疫苗开放给年长者施打第一天 光石新光医院上午抢救七百位民众抢预约 医院也把接种点设在科教馆 而国泰医院挑了松烟五号仓库 北荣则选在体育馆接种替年长者打疫苗 上下午可以各打七百剂 成庚医院则把接种站搬到民生国小 避免人潮太过拥挤 量成群聚 差不多一小钟才打到 小孩子挂好说三百多个人要快一点 我们来三十一号 七点多 七点 早上八点钟就来了 打过比较安心 不少长者担忧自己属于高风险族群 纷纷早起排队 却遇到动线不顺硬体设备卡卡 难免也排出火器 就一定白天报道 AZ疫苗开放给年长者施打的第一天 台北市是采用预约制 但是诊所前面还是有不少民众排队 有家属抱怨说 等候接种区跟留置观察区 竟然是在同一个地方 是在很难保持适当的距离 而医生也很无奈 强调诊所的空间本来就很小 另外还有妇产小儿科诊所 位在住商混合大楼里 整栋楼只有两部电梯可搭 这个诊所又把货卫区 排在狭小的走道上 民众从等候到搭电梯 空间都非常小 有住户更担心 会出现群聚风险 前来是打AZ疫苗的年长者 全都在诊所前排队 先填写基本资料 但对于没有家属 陪同的长者来说 有不少问题想询问 这让在旁协助的区公所人员 忙得不可开交 直见诊所门口长者坐好坐满 因为除了等着要接种的民众之外 还有打完疫苗的长者 得在现场观察30分钟 没有不舒服才能离开 再加上陪同的家属 全都挤在同一个区域 区域应该可以再分得清楚一点 比方说先要报到的 然后要就是后续要休息的 我觉得就是有感染的风险 他们家里就开车 我会建议他们在车上 吹冷气让长者在车上 观察15分钟以上 那对长者会比较舒服 一般诊所空间 本来就比较狭小 民众集在一起无可避免 接种前的预约和资料填写 对独自前来的人来说 也有些吃力 都是他在写 因为我们眼睛也不太好 场面有点混乱的 还有中山区这间妇产小儿科 民众怎么直接坐在大楼走道 旁边就是电梯出口 原来他们都是来接种疫苗的年长者 但因为诊所在住商 混合大楼的四楼 整栋楼也只有两台电梯可搭 一次仅能容纳四个人 诊所又把后卫区 直接排在狭小的走道 民众从等候到搭电梯 空间都非常狭小 救助户担忧 会有群聚风险 有一个比较宽敞的场地 然后我觉得那个人流会比较顺 速度也会比较快 因为老人家嘛 如果处于比较风险高的地方 总是不好 长者疫苗开打 首日民众踊跃 但动线规划恐怕还有改善空间 记得许一家胡伟老 和正伦台北采访报道 来关新道高雄市 从今天开始 针对87岁以上的长者 采用渝美挺式的接种AZ疫苗方式 而这中间呢 把这个大型的接种站分成三区 要提升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其中一共设置了126个咒舍站 要在三天完成3.1万人的接种 预计一天可以施打8000人到1万人 而市府也贴心的安排了 计程车跟富康巴士 要让行动不便 或是独居的长者 可以免费搭乘 捲起袖子接种疫苗 高雄15号开始 针对87岁以上高龄者 进行疫苗施打 不少长辈一大早 搭乘市府安排的防疫专车 前来接种站 市长陈其迈也过来关心情况 去站这里呢 是高雄规模最大的疫苗接种站 可以看到长辈在进场之后 在医护人员的指引之下 一续入场 7点都快8点了 这次高雄采用渝美定的方式 将大型接种站分成三区 一区进行填表核对身份 一区施打疫苗 一区会在长辈施打完休息后 全面进行消毒 准备在迎接新的一批人员进场施打 大幅提升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而高雄会在三天完成3.1万人数接种 预计一天可以施打8000至1万人 全日会执行将近8000人的长辈的接种 那在大型接种站总计有8组的医疗人力 而在台南担心装备行动不方便 市府也贴心安排服康巴士 百岁人员在家人和工作人员的搀扶之下 走进诊所进行施打 结束后再到观察区休息 热镜头再转到屏东 尽管下着大雨 还是有不少长辈 趁着雨伞来到接种站 平东地区从15号到17号这三天 85岁以上长者预计要施打的人数是846人 将会配合现场的动线安排以许施打 也提醒陪同的家属在施打疫苗前 记得留意长辈的身体状况 多补充水分才能避免身体发生不适 接着综合报道